那事实上食物里面很多 你说优落乳 乳酸饮料 这个大家喝起来甜甜 或者是你会觉得 它有一些糖分存在 有些热量存在 但是有一些东西呢 你不知道它里面 有存在很多糖 我们来揭露一下 有哪些是我们不知道的 高糖地雷食物呢 我们找了一下 来 葡萄干 它就健康啊 葡萄啊 但它浓缩成干了以后 忘了它糖类很高的 一杯喔 一杯 一杯 大概就一把再多一点 19克方糖 好多 19克方糖真的好多 超标的 那我们来吃菜啦 糖醋鸡丁 很抱歉 糖醋嘛 对不对 偶尔吃吃吃一下 它一盘的话也有17克方糖 一家人四个分一分 也会吃到五六克 我想说还好只吃两块 糖醋鸡丁 对 没错 那偏偏这个台湾菜 跟这个华人的中国菜里面 很多糖醋的 糖醋鱼 对 菇老肉 糖醋鱼 松鼠鱼 什么一大堆的 都是有的 好 那我们这个零食里面的红豆饼 一个喔 一个就有五颗方糖 这个想当然大概有 但是我们通常不吃一个 我吃两个 通常会吃两个或三个 对不对 所以十几颗方糖又吃下去了 好 那咸的 意大利肉酱面 很抱歉 算是咸口味 它也有两颗方糖存在 没关系 我们就吃一盘就好了 对 一盘两个 所以要算喔 来 接下来这两个很重要 柠檬红茶 柠檬红茶 因为它本来是酸的 为了要平衡它的酸度呢 所以我们加很多很多糖 100cc就19.9喔 安德哥 我都喝700cc怎么办 你700cc喔 外面都是卖到一杯700的啊 对啊 对啊 10.7喔 恭喜你 100克 你大概已经爆表了 你的整个身体都泡在糖水的池子里面 哇 惨了惨了 童话很重要 大概很忘记啊 三合一咖啡 喝起来没有柠檬红茶 那么甜 三合一咖啡100cc 它也有16克喔 所以喝下来 如果三合一咖啡 你喝个300-400cc正常嘛 对不对 对啊 泡一杯 它跟珍珠奶茶也不相上下 其实基本上喔 你会发现上面的组合 很容易就是成为我们的一餐 可能说我们去外面买个东西 那红豆饼 刚刚说嘛 不只买一个嘛 买两个 那是口干干怎么办 柠檬红茶来一杯 对啊 摇摇杯再喝下去 这个糖应该 刚刚所说的那几颗 早就超标了 超标 甚至于说三合一咖啡 现在咖啡店那么多 每天都有一杯 那其实三合一 大家都那么注重咖啡的品质 为什么要喝三合一 而且三合一加奶精 加糖 人工奶汁 对啊 而且我们喝咖啡 是喝咖啡香嘛 那加上去再甜下去 味道就不对了 那就不叫喝咖啡 就喝咖啡 没有啦 我们喝了这些 就向您报到 因为糖尿病就来了 对 要先喝咖啡 对啊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是八个高糖的地雷食物 我们千万要小心 所以还是这个 新教徒的生活 可能会比较好 跟他老师学习 对 那如果我们 这个我们的糖分摄取太多的话 很可能会得到糖尿病 对不对 或者是糖尿病前期 这个三高会跟上我们 那究竟是胖子容易得糖尿病 还是瘦子容易得糖尿病呢 胖子吧 听说是瘦子 真的是这样子吗 广告回来就告诉你 欢迎回到五期健康同学会 我们这一辈子呢 其实很怕得到糖尿病 因为糖尿病的后遗症 非常非常多 而且跟了一辈子了 对 所以我们要极力地避免 我们从现在开始 这些高糖食物就要少碰 清教徒的生活 对 先过一下清教徒的生活了 好 来 但是全球罹患糖尿病的人数 的确是姐姐升高 这样子有4亿人 有这么多人 4亿人喔 伙伴蛮多的 对 这是国际糖尿病联盟 在2013年 就是去年公布的数据 全球的人数有3亿8200万人 而在台湾有多少人呢 台湾有172万1000人 好多喔 也就是说每9.8人当中 就有一位是糖尿病 十个里面有一个 对啊 那剩下两三个 我觉得有两三个 可能是前期 对 或者不知道 或者尽量要控制 或不知道 或者不知道 因为没有去测 不知道 对不对 没有测 就跟高血压一样 有很多隐藏的人口 好 来 萧医师来告诉我们 那这边就有一个问题了 我们在这个医学研究上面 找到说 瘦的人比较容易得糖尿病 所以日本的研究是瘦的人比较容易得 为什么呢 这种概念跟我们一般的想法不太一样 是颠倒的 对 是颠倒的 可是这日本得出来的数据 我们先看一下纵轴 这边是糖化血色素 糖化血色素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过去这三四个月 你的血糖的平均水准高还是低 它越高就表示越糟糕 过去三个月 对 过去三个月 所以它的稳定度相当好的 通常都是个位数的嘛 四啊 五啊 六啊 七八 一般正常值大概四到六之间 四到六 对 正常值四到六之间 超过六以上就不太好 那么这个横轴是BMI 是BMI OK 所以我们假如说 胖的人比较容易得糖尿病的话 那么似乎应该在越右边 也就是越胖的人 越上面 越右边 这边嘛 对 应该在这边 结果日本人这些得到的数据 全部集中在这里 全部都在25左右 对 这附近 15到25 22 23这边 是最大的一个族群在这里 怎么那么多呢 对 所以这是日本他们得到的数据 那到底跟东方人西方人有差别吗 我们可以看下面这张图表 好 这张图表事实上是台湾 我们自己得到的数据 这个大概是4000个 4000个一个电子厂的员工 体检的报告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血糖 血糖超过100是异常 那我们把所有人分成四组 一组是BMI在18.5到22.9 这是正常的 23到25 这是过重 我们用亚太的标准 那25到30是第一阶段的肥胖 大于30就是第二阶段的肥胖 我们假设把正常 BMI正常的人 得到高血糖的危险性是1 我们可以看到 当BMI到这么高的时候 它是它的6.5倍 这当作1 对 哇 6倍 它的风险是6.5倍 所以这边台湾的数据 告诉我们越胖的人 这个糖尿病风险高 对 越高 而且不只糖尿病 其他血脂肪 肝功能 尿酸 血压都一样 全部都高 越胖 深蓝色的就是很胖的嘛 你看 这是我意思 以我作为代表 我都是上面这个蓝色霸的 蓝色条条的 你看高血压 BMI30以上的人 是BMI正常的人 得到高血压的风险是10.6倍 对啊 那怎么日本有那样的数据呢 那为什么日本的瘦子呢 瘦子比较多 这样我们就来看 因为这个就是 为什么我们 亚洲人是不是比较容易得到糖尿病 我们像日本人这样 好 我们就从BMI的 肥胖的BMI定义来探讨这个问题 好 我们这里有三个 一个叫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 一个是东方人的标准 一个是台湾人的标准 在十几年前 我们在东方我们开始做这个研究 那个时候世界卫生组织的 亚太的分布 他就定了 东方人的标准超过23就不行 小一点 对 比如说我们东方人 没有办法容忍那么高的BMI 可能我们股价没那么大 对 第一个我们说我们股价小 第二个我们腿比较短 所以我们的血管也没那么粗 我们没有办法容忍那么大的BMI 对 那可是呢 我们在台湾在13年前 在定这个标准的时候 我记得那年是 应该是民国91年 92年 在定的时候呢 我们定出来台湾的过重标准是24 24 这是用第三次国民营养调查 去做的一个标准 24 显然呢 台湾人跟我们亚洲地区 我们东南亚那些 比较细骨头的那些民族 还是有一点点差别 稍微胖在当年 你应该说 为什么不说我们腿长一点 但是我们股价大一点 对 我们股价大一点点 我们东南亚的民族 他们这个比较幼骨 因为这个东南亚都平均在一起 对 所以从这边来看 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 我们亚洲人确实是比西方人 比较容易得到糖尿病 真的啊 对 所以我们就不能定这么高的标准 我们当超过23的时候 至少我们就要小心了 就要小心了 对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 当初做这个分析的时候 为什么用23 其实因为假设我们把它摆在 亚洲人的标准来看的话 那么其实超过23 它的风险就开始逐渐的上升 所以我们的BMI 最好还是落在18到22耶 对 这个比较... 各方面来讲 三高啊什么比较都美 没错 我们把我们的BMI 控制在BMI23以下 那现场只有刘宇宇老师合格啦 对 康老师也合格 康老师你不是在这里吗 25到20 黑师合格 对 你20喔 哇 20喔 那我要达到20 我看已经 真的 除非得来症 不会... 找医师就好了 找尤一老师 对... 潘老师合格好 不是22.5 哇 标准... 好标准喔 那只有我是这个啦 大于30 我大概29.9 哪里 这是我努力的目标 我现在好像30出头一点点 不好意思 我已经变得前蓝色了 真的喔 加油... 好 所以大部分都落在这里 只有我要赶快跑上来了 是 是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对于... 东方人对于糖尿病 还更不能轻忽 我们还更容易... 那台湾人又更严格一点 对 就是说我们BMI 稍微多一点点的时候 我们脂肪就会堆在肚子这边 对 所以说我们不能容忍 那么高的BMI 大家努力把我们的体重 控制在比较合理的范围 要控制 好 但是医师我有一个疑问 就是如果我们体重真的降下来 比如说我刚从那个30那一组的 颜色越来越浅 越来越淡 那我的这个糖尿病的风险 真的会降低吗 是 我想我们由这个研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非常有名的研究 它的缩写叫DPP 叫DPP喔 也就是他还不到糖尿病的诊断 但是他已经葡萄糖 有点问题了 就血糖饭前在100到126之间 从这个时候开始给他们分成三组 来做处理 那么第一组呢 是给他吃了假的药 假的 第二组吃一种Metformin 是一种糖尿病的药 这种吃的体重会下降一点点 第三种呢 是我不给他吃任何药物 但是请他做生活习惯的改变 开始多运动 开始少吃 结果经过四年的追踪 后来发觉我们看 完全吃到假的药的 他得到糖尿病的机会 就35%了 这个时候得到糖尿病的机会这么多 那么吃药的Metformin 第一点点得到了大概30% 可是他只要做生活习惯改变 而体重下降了 他得到糖尿病的机会 只降到生价20% 我们假如跟对照组来比的话 事实上这群人体重只降了7% 体重降7% 因为生活习惯的改变 对 降7%其实不是太多 一个80公斤的话乘以7 才5点多公斤 还OK 不会太难 可是他糖尿病的发生率 却比这个对照组降了58% 对 所以由这个研究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降体重有效 对 降体重的话 确实是对糖尿病的预防有效果 而且体重降下来 搞不好其他的心血管疾病 全部都下来了 这些几率也就下降了 对 没错 器官也就正常了 是 好 所以换句话说 大家真的就要把这个目标摆在这里 对 所以那些含糖饮料 那些地雷食物 少碰为妙 少碰为妙 那我们应该多吃什么呢 要预防糖尿病 我们这边列出了八大食物 来 我们请余莉老师来告诉我们 这里也列了一个意大利面 对啊 两颗方糖的 两颗方糖 其实因为我们常在那个位叫 预防糖尿病人 或甚至于糖尿病人的话 我们都会采取一个叫DGI的饮食 那这个表格里面其实很明显的告诉大家 你看如果你是吃到高GI的 那你的血糖就像坐云霄飞车这样 很快的就掉下来 那如果你只是偶尔一两次的话 那胰岛素它会出来处理嘛 它就把血糖掉下来 可是如果你一直一直 比如说你一个礼拜两三次 这样三四次的大餐 然后你就吃这种高GI的食物 那你胰岛素会累啊 它分泌的时候它就累 然后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就下降 所以你的那个血糖就没有办法到各个器官去运用它 了解 那胰岛就会受损 所以血液里面的葡萄糖就会很多 了解 所以就变成糖尿病的一个发生的几率就会增加 那我们就会想说 那是不是应该要吃一点像 DGI的食物让我们血糖这样比较缓和的话 对 那缓和的话 DGI食物这边有帮大家整理出来 就是一般的颧骨类啦 意大利面啦 然后刚刚讲的安德哥讲的意大利面的部分 我们等一下会来解释 了解 然后黄豆 葡萄柚 那个苹果 胡萝卜 还有这些像蔬菜类 坚果类的部分 发生 那GI值呢 高跟低呢 其实我们在门诊上常遇到病人在问 那我们顶多给它一个表格 可是有时候它带回去就不见了 所以我们就给它三个观念 对 给它三个观念 如果你要选择像我们这种对控制血糖比较好的DGI的食物 第一个 你要知道说 这个本身食物 它里面含糖量高的 它就是GI值就是高了 就是不好 比如说香蕉跟草莓 那我们知道香蕉 它可能相对它的量比较多 所以它的果糖量也比较多 所以糖的量就会决定GI值的高低嘛 糖越多 可能相对的GI值就会比较多 对 第二个来自于什么 就是膳食纤维的部分 今天如果比如说像膳食纤维里面 如果你今天是蔬菜跟淀粉类来比 那蔬菜 它一份蔬菜的膳食纤维一定是比淀粉来的高 所以相对来讲 我们会建议它说 如果你要吃低GI的 那蔬菜一定是重点 蔬菜比淀粉类的好一点 就是一个简单的概念 第三个来讲就是以质地来看 质地 比如说你今天他们就说 糖尿病人是不是不可以吃白米饭 那当然这件事情是一半 那如果你把所谓的白米饭 原本是一颗一颗白米饭 你把它煮成稀饭 稠的 糊状的 那你越糊的东西 你就会让GI值上升的越高 因为越容易消化 对 像你吃马铃薯块跟马铃薯泥 那对那个糖尿病人来讲 他餐后血糖其实就不一样了 了解了 所以其实你要在意的是 这个就是质地的 还有酸汐纤维 所以要吃粗一点的食物 但是我最后分享一个很有趣的案例 就是我们病人啊 就是常常在就是 我发现糖尿病人都很聪明了 他们都知道要选低GI的 也知道刚刚这些东西 可是他常常会发现一个就是 地瓜 地瓜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很多病人 就在吃地瓜的时候 因为地瓜在GI值的地方是低GI 然后酸汐纤维又高 那糖尿病人来讲 他们又觉得是可以抗氧化的 对 可是有很多人在吃这种地瓜 山药 这种淀粉类的东西 它反而低GI 但是你吃过量 我们其实有一个叫GL 大家不知道 就血糖的负荷 其实如果你低GI吃过多了 你还是影响到血糖 了解 所以太好的食物 就是说低GI的食物 你也不能吃太多 所以那些淀粉类的 比如说我们认为山药啦 地瓜也限制量 也是跟饭一样 你都是要控制在你的肚子里面 然后甚至于你要替换 比如说你下午 你喝了红豆汤 你吃了六汤匙的红豆 你晚上你就要替换半碗饭 就是用这样的替换方式 所以还是要斤斤计较一点 会比较好 来 陈医师有没有要补充 其实相对而已 很多人都会 像我们都会早餐吃地瓜粥 大家都觉得 好有满足感 还有饱足感 那其实会发现很快就会饿了 那这样中午的话 会不知不觉就会吃过头 那甚至于 尤其是上面所说的八大好食物 我想大家民众都会很聪明 就觉得这八个我都一直吃就好了 但是我往往发现那个量很重要 像葡萄用 其实有些病人可能高血压 或是要吃一些抗磷血药物等等之类的 其实葡萄用的搭配 是要相对的小心一些 那还有其他的 例如说我常常都会跟病人讲 我说只要吃到地瓜 山药 还有南瓜或是玉米 都会跟他们说这些都不是蔬菜 这是主食 对 也是主食 所以饭 面其实都要相对减少 不要把它涮在蔬菜里面 没错 因为他一吃就吃过头了 其实看到病人在喝牛奶的时候 其实会算它的含糖量在里面的 会沽进去的 所以不能说 其实市面上有很多的一些产品 是给糖尿病人喝的牛奶 那其实你要注意看 它里面的含糖量 其实要算在你的糖里面的 了解 姨姨老师刚好引发下一个问题 牛奶含乳糖 那它算高糖类食物吗 其实它高糖就不对 牛奶就算不加糖的是 没有 它本身它就有乳糖 所以它其实是含糖的食物 含糖食物 对 含糖类的食物 但是这个高糖类的食物 其实就像刚刚肖艺师讲的 是加额外的砂糖或蜂蜜 或是一些金字糖的部分 那个才是米字旁 所以它不算高糖类食物 它不算高糖类的食物 但是它是可以糖尿病人 或是你其实不会影响到血糖太高 但是你要适量 通常我们一天大概就是 一杯到两杯的一个量 了解 所以通常高糖类的食品 你这边写的是含糖饮料 砂糖或者是精致的甜食 潘老师帮我们讲一下 蜂蜜也是 蜂蜜我们也算是 蜂蜜算是高糖的 对 也算是精致糖的东西 了解 来 潘老师 对 所以这边就呼应 我刚刚特别提到的 就是它牛奶呢 它是个食物 它是个食物 它不是一个饮料 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呢 一般你就要算在你的那个蛋白质类 因为它本身是个蛋白质类的食物 所以是豆与奶蛋类 那这一大类的食物是 特别要对我们来讲 是吸取蛋白质的 所以因此这边的量如果多的话呢 那奶蛋豆都要减少 所以豆与奶蛋算一类 而这一类的食物 每天的量是有规定的 在四分之一的餐盘里面来讲 它只能占四分之一 你记不记得 对不对 所以因此呢 在这个地方你如果吃的话 它就是要限制量 那虽然说没有错 它本身是个蛋白质类的东西 所以其实它里面是蛋白质的比例最高 所以它不算 就整个比 你如果以它的碳水化物 蛋白质 脂肪来比的话 它的蛋白质是最高的 了解 比例是最高的 它不是脂肪跟碳水化物最高 但是没错 它里面是含了碳水化物 是没有错的 所以因此呢 它不是一个高糖食物 但是它是一个含糖食物 这两个不一样 这样大家观众朋友清楚了吗 它是含糖食物 是食物 所以要算在那个 我们平常喝的那个里面 所以那什么是高糖食物呢 就是属于全骨根筋类的 那就因为它全骨根筋类 所以它淀粉一定含最高 淀粉多 对 它含最高 对 没错 好 这样讲大家就非常清楚了